诸位同学,请看第四觉知 第四觉知,懈怠坠落,常心精进,破烦恼卧,摧腐四母出阴界欲 世尊在此地提醒我们,懈怠坠落 这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记住 堕落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懈怠 所以,佛在经论里面,跟我们讲善根 世法里面善根,有三条,叫三善根 无贪,无嗔,无痴 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这三个根生出来 出世间,菩萨善根只有一个,精进 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 那么换一句话说,懈怠正好是精进的反面 所以,懈怠坠落,精进就往上提升 这是一定的道理 懈怠跟精进都有正反面面 我们佛法里面讲,我们佛法里面讲善悟面面 世间人,六道里面的众生,特别是三途的众生 他对于悟法了,他非常精进 真的是一点都不懈怠 但是对于善法呢,那他是完全疏忽了,懈怠了 所以,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 我们对于一切善法要精进 对于一切悟法呢,我们要懈怠 什么是善法呢?道德 仁义 我们一定要勇猛精进去做 什么是道呢? 道是自然的法则 自然的远离远则 凡是能随顺自然法则的 这叫行道啊 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儒家讲的冷场大道啊 完全是随顺自然法则的 第一个是夫妇 那我们看看新时这个世界 夫妇之道没有了 你看看每个地方 怎么,离婚率多高 夫妇之间有严重的矛盾 最常见的就是财产 先生的财产 太太不知道 瞒着太太 太太的财产瞒着先生 过人都有隐私权 有隐私权呢 冷场大道就破坏了 这个隐私就是冲突啊 人与人之间 即使是夫妇 父子都不能够啊 面对真诚 都是用的虚伪的心 隐瞒的心 欺诈的心 你说这个世界如何不遭劫难 劫难从哪里来的 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的 闻到佛法 佛教导我们 我们不但对于自己的亲人 坦诚 我们对于一切人 一切众生 都是一颗真诚心来相待 真诚心 随顺发信 随顺信得了 这个是走佛道 走菩萨道 如果 斜切了真诚 用虚伪的心 面对一切人 死无 这是邪道 这是悟道 这必定坠落 我们不能 不知道啊 所以什么叫道 什么叫得 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到我再说这个补充几句 父父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正常关系 叫大道 知道这些关系 知道自己应当要尽的义务 我们的存心 存真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我们的义务 我们的义务 必须要尽到 在这个上面 要尝心 尽尽的 义务 那就是得了 忠效 仁义 不能不讲求 不能不认真 努力 做出好榜样 给社会大众 去看 人 不可以 没有恩 没有义 没有忠 什么叫忠 你看中国这个文字 忠是忠心 忠 没有偏 没有邪 就叫忠 如果你有偏心 你有邪念 这个忠就没有了 忠是信得了 孝 讲过很多 孝是宇宙 人生 刹土 众生 是一体 这是笑 如果你还有对令 我跟人对令 我跟四对令 我跟五对令 对令 笑就没有了 得就失掉了 修扬道德 修扬道德 理 义 廉耻 都要从自己本身去做 不要去看别人 为什么 别人迷失了自信 像我们自己 以前一样 没有遇到佛法 没有清净善知识 我们迷失自信 我们确确实实 是不忠 不孝 不仁 不义 无礼 无信 无礼 无耻 我们确确实实 是这个样子 遇到佛法之后 遇到善知识 这才明白过来了 觉悟过来了 重新做人 这一念回头 就得祝福忽念 就得龙天善神 拥护我 狗包 现前的狗包 烦恼清智慧长 这个是自己本身 内在的狗包 外面 能得到世间 许许多多人的敬爱 谢诸 能到处受人欢迎 这是外面的狗包 内外狗包 随着我们自己 这个道德的震进 狗包越来越殊胜 你自己能够体会得到 如果你还是继续 懈怠坠落 在明文立扬 在五与六成上 去精进 道德仁义 完全现在坠落了 你纵然 现前对一点点 享受 这个物质的享受 未来苦暴 不堪设想 这种事情 我们要多想一想 不能不救 经文后半段 长心精进 后面四句 是精进的效果 精进的利益 精进能破烦恼 精进能摧拂四母 精进能超越三界六道轮回 那什么叫烦恼 我们一定要清楚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烦恼是 扰乱自己的身心 使自己身心 得不到安宁 得不到平静 烦恼 烦恼 总共有三大类 第一类 叫见思烦恼 为什么叫见思呢 见是见解 思是思想 你的见解 你的见解 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 错误了 从错误的 想法 看法 产生 一切的 不善 都称之为 见思烦恼 所以它的范围 就非常大了 那么 见解的错误 第一个是 身见 身见 我们说的 白点 说的 粗一点 就是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是身见 第二种错误的 见解 叫边见 这个边见 用现在的话 就是对立 相对的 我跟人 对立 善跟我 对立 真跟妄 对立 甚至于 大跟小 对立 利跟害 对立 长跟短 对立 所有一切 对立 的 这个 见解 就是 属于 这一类 属于 边界 第三种 错误的 见解 叫 叫 剑屈 第四种 叫 戒屈 这两种 我们可以 合起来讲 中国人 讲的 成见 某人 成见 很深 成见里面 封为 两类 一类是 阴上的 成见 一类是 果上的 成见 这个 剑屈 剑是属于 果上的 成见 果报上 剑屈 剑是 阴上的 成见 反正 这些 阴上 跟果上 成见 都是错误的 都不是 正确的 所以 称之为 这个 剑烦恼 不属于 前面四条 所有一切 错误的 见解 归纳为一类 邪见 你的 看法的 错误的 不是正确的 所以思想上的 这个错误 也有五大类 这五大类是 谈 贪嗔 痴 痴 痴 慢 疑 这个疑 是对于 圣贤人的教诲 他怀疑 他不能够 相信 不能够接受 所以 所以 思想上的 错误 有贪嗔 痴 慢 疑 五种 见解上的 错误 有 身见 边见 见 去见 戒去 见 邪见 这总共 十条 佛法里 叫 见思 烦恼 只要 这个十大类的 烦恼 你没有断干净 你就没有办法 脱离六道轮回 为什么呢 六道轮回 就是见思烦恼 变现出来的 如果 见思烦恼 断了 这十大类的烦恼 你没有了 这个六道轮回 的现象 也就没有了 因没有了 果当然就没有了 所以 这个时候 在佛法 称为 你正得 阿罗汉果 辟致佛果 那么你 超越 不再 六道里面了 那么在佛法里 称为 四圣法界的 众生 这四圣 就是 声闻 原酒 菩萨 佛 已 进入 这个层次 都要靠 精进 都要靠 断烦恼 吹 吹 吹 似 母 母 多 太多 太多了 无量 无边 它可以 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 叫 五音 母 五音 不在外面 是自己 本身 五音 讲的是 色 瘦 想 行 食 色 是物质 我们的肉身 这是色 身 这个身 就是和魔障 你看看 稍微 不谨慎 就受风寒 就得病了 那你就得要受 折磨之苦 佛在经上 给我们讲的 五音 之神 受 是你的感受 你有 苦乐 忧息 血的 受 想 你有妄想 这个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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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在大经上 常常告诉我们 一切法 从心想生的 那想是妄想 这一切法是六道轮回的一切法了 九法界的一切法了 是你妄想想来的 变现出来的 本来没有啊 行 行是 你前面 这个色 受 想 刹那不住 这个叫血 十 是阿蕾耶十里头 你的造作会变成种子 种子欲缘会起现些 这个就是说明 因果转变 因果相续 因果循环 这是母 这母的身心 永远不能得清净 永远不能得安落 第一类的母要认识 是在自己 第二类呢 烦恼 前面跟诸一讲 烦恼有尽死烦恼 有沉沙烦恼 有无名烦恼 这三大类的烦恼 好 我们现在通通的居住 而且是半分之半 烦恼不 戒死烦恼断了 你超越六道轮回了 你有没有得自在呢 当然 比六道的人来讲啊 那你是得大自在啊 要比起佛菩萨呢 你还是不自在啊 为什么呢 你有沉沙烦恼 沉沙烦恼没断啊 所以 比诸佛菩萨了 你还是在受苦受难的 你还是被魔控制住啊 沉沙烦恼断了 超越是法界了 这往生到一阵法界 叫极乐世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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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葬世界 还有没有烦恼呢 有 还有无名烦恼没断 那无名烦恼这是最轻的 最难断的 所以在一阵法界里头 还有四十亿个位次 那这四十亿个位次从哪 从哪里来的呢 四十亿平无名来的 破一平无名 你的地位就上升一层 原教从初诸佛萨 破一平无名了 二诸佛萨破两平了 三诸佛萨破三平了 十诸佛萨破十平了 十诸佛萨破十平了 十诸往上去呢 十心 十回向 十诸佛萨破了三十平了 再往上去呢 就登地了 出地菩萨到十地菩萨 十地发云地 那破四十平无名了 还有一瓶 那一瓶是登教菩萨 等着菩萨还有一瓶身相无名 这瓶无名破经了 真的究竟圆满的佛苦 那么换一句话说 烦恼断境是什么人呢 佛断境了 菩萨没有断境啊 菩萨等着菩萨还有一瓶身相无名 没断 这个离四我们都要清楚 学佛 学什么 断烦恼啊 云离魔障啊 翠佛四魔啊 所以我们从云离见死 沉杀无名 这是有次序的 有次地的 一步一步啊 来做 是烦恼魔啊 第三个魔呢 死魔 死是魔之 我们想修行 倒也没有成就 寿命到了 这死了之后 你就没办法进进了 你再投胎 纵然说你的善根深厚 你又得人神 你再能够继续努力修学 至少要耽误二十年 换一句话说 你的修行功夫中断二十年呢 这个是折磨 那么我们想想 二十年再得人生 能不能遇到佛法 能不能遇到善知识 能不能真的借着前身呢 继续不断努力去做 难了 太难太难了 有些人一耽误 虽然得人生 他闻不到佛法 没有办法进进 往往一中断 就中断了好几身好几世啊 甚至于中断了 这佛经上讲多少个结啊 开经济讲得好啊 百千万劫难遭遇 你这一生这个机会失掉了 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 百千万劫 这个是属于死磨 这三种磨都是属于本身的 都不是属于外面的 外面只有一种天磨 天磨是什么呢 外面五欲六成的诱惑 那是属于天磨啊 今天的天磨势力非常大了 诱惑的力量强 为什么没有人禁止 在古时候 在古时候 帝王时代 帝王有使命 有责任 保护一切众生呢 这个身心的安全 所以不利的那些诱惑 通通禁止啊 现在民主自由开放 财色明实的诱惑 大量的在这个渲染啊 小孩从生下来 小孩从生下来 一张开眼睛 看到电视 就受这个天磨的诱惑 他怎么能够啊 保护自己的信德 所以信德完全没有了 随着外面这个诱惑去走啊 这个样子 才造成世界大灾难 才造成世界末日 才造成佛法里面讲的 三灾八难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觉知 一定要觉悟 要真正在佛法上 道业上精进 要破烦恼 要催俯四母 真正有这个能力 不受外面境界诱惑 唯一的方法 天天亲近佛菩萨 一步都不能够离开 佛菩萨在哪里 尽叫啊 天天多送思维研究 落实在自己生活 落实在自己工作 落实在自己厨师待人觉悟 这样才叫真正进 你才有能力断反倒 有能力语言里诱惑 超越六道轮回 求生净土 求生净土 决定不是容易死心 往生净土的条件 信 虐 行 你做到了哪一条 真正信佛了 你心里头 你心里头不会产生一个恶念 你还有个恶念 不信佛了 真正怨 怨同佛怨 阿弥陀佛四十八怨 哪一怨是害人的 哪一怨是做出来是与人有不利的 没有啊 我们的怨是不是跟阿弥陀佛的怨一样 行 阿弥陀佛四十八怨 徒度众生 那是行啊 身与意 三叶都要做出最好的榜样 正确的榜样 来教化众生 这是行啊 我们哪一段 这三个字 哪一个字做到了 这三个字如果没有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 古人家 一天念二十万圣佛号 寒破喉咙也枉然 如果信愿行具足了 你这一声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 这是跟你讲真话了 往生西方的条件是信愿行三个字 具足信愿行 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就是阿弥陀佛的无形 他怎么会不往生 非常可惜 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 方法境界 没有人跟你讲清楚 古大的书里都讲得很清楚 你看不懂啊 你体会不到啊 那是你的业障太重了 念念你的随身为业 所以这一生修行 结果还是没有办法 脱离三处六道 语音音在此地 请看下一段经文 第五九 欲吃生死 菩萨 菩萨常念 光学多文 正掌智慧 成就变才 教化一切 喜以大乐 有两种 生死 有两种 一种 叫做分段生死 实在讲呢 我们用生灭 这个名词 诸位更好懂 更容易明白 生灭的现象 它是一段一段的 比如 以我们人做一个比喻来说 人从畜生到死亡 我们叫他做一生 那么在佛法里面 这叫一个段落 这种生死 叫分段生死 而实实在在讲呢 这个分段 这是讲得很粗的下 大家容易理解 如果细说呢 每一天 确实是一个分段生死 你天天不一样啊 晚上睡觉吧 人就等于死了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了 这是一段呢 这又活过来了 那么 今天 决定不是明天 这个如果主细细去思维 不难明了 而佛法里面 讲得最微细的 叫刹那生灭 那个是一般人 真的很不容易体会到 这愚痴 所以 这个生死 生灭的现象 从哪里来的 从愚痴来的 那么第二种呢 佛给我们讲的 这个生灭的现象 这是分段之外 它有变异 变异呢 也是一种 生死的现象 变异 就是你的境界提升 像我们 做学生在学校念书 我们念一年级 一年级念完了 明年生二年级了 生二年级了 就是一年级死了 二年级就生了 那么这个呢 这个属于变异 已产生变化了 那么在佛法里面 六道凡夫 这两种生死都有 超越六道之后啊 分段生死没有了 只有变异生死 也就是说 正的阿罗汉国之后 没有分段生死了 只有变异生死 那么他修行继续不断的 往上提升 这个现象呢 就是属于变异生死 你比如以《华严经》 四十亿位菩萨 这个境界来说呢 初诸菩萨 他有能力 再破一瓶无名 他就生到二诸了 从初诸变到二诸 这叫变异 二诸变到三诸 这个四十亿个位子 都是属于变异 没有分段生死 那么这些现象呢 都离不开 淤痴啊 淤痴是无名烦恼啊 所以在一真法界里面 四十亿位菩萨 他这个淤痴没断 所以他有变异生死 那么在九法界里面 特别是在六道里头 淤痴重啊 不但有淤痴 从淤痴里面 神沉沙烦恼 神尽死烦恼 所以不但有变异生死 而且有分段生死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祝佛菩萨出现在世界 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 他帮的什么 无非是帮助众生 解决生死问题而已 生死是大苦啊 佛菩萨脱离生死了 不但分段生死 他没有了 变异生死他也没有了 自己成就之后 才能成就一切众生 佛菩萨为我们实现 教导我们 菩萨常年 光学多文 正掌智慧 成就变才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怎样 破除愚痴 这个四句就非常重要了 光学多文 修学是有方法的 这个方法 说出来啊 好像跟广修多文呢 是恰恰相反 其实不然 他的确是相扶相成的 他不相违背的 学习 学习一定是 英文深入 常识熏修啊 这是佛法里讲的 中国儒家教学 你看看 同盟 第一次 接触的教材 三字经 三字经上 就把学习的方法说出来了 教之道 跪一砖 你们想想那个砖子 砖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一门神如常识熏修 所以要从这个地方啊 扎根啊 那么现在人 学习的呢 这个方法呢 恰恰于这个原理相违背 一百八十度的相违背 他一开始学 什么都要学 那真的是 狂学道文 结果学到最后呢 最后他什么都不知道 现代人跟古人呢 真的想法看法不一样啊 古人教学就像种树一样的 先扎根呢 根扎下去之后 将来他自然会发芽 茁壮开花结果 那个枝叶茂盛 那就是广学多文啊 他有根他有本啊 现在人修学的 一下就要广学多文 就要好看 啊 结果他的学问说 他学问没有根 没有本 所以我常常用啊 花盆里的花来比喻 很好看啊 死的 几天就哭掉了 就没有了 他不像中国古老教学方法 是火的 你从一个根本上下手 真正功夫到有一定的深度了 然后自自然然 除类旁通啊 一结束他就明了了 那是广学多文 所以佛法叫初学一门甚入 现在人不肯学 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现代这些代啊 佛法里头没有人才啊 不使我们的禀父不及古人 我们的禀父至少跟古人是一样的 没有两样 那么我们的成就比不上古人 是我们学习的方法错误 那这个道理要懂 古人学东西都是一门甚入 我往年学教跟李炳南老居士 李老居士特别强调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 他就是说你到别的地方去学 你不要到我这来 你要到我这个地方来 一定要听我的教导 要遵守我的方法 我们一进佛门拜老师的时候 条件就谈妥 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服从 啊 阳奉阴违是决定不许过的 这咋跟呢 啊 你真真听话 真能接受 老师真的负责任 啊 真教你 到什么时候才广秀多文呢 到你开悟了 所以老师教导你 头一个是德行 持戒 修定 一门深入 学一门东西 戒定会三学 都在一门上面 依照老师教导的方法是持戒 这个整个的精神 时间功力都用在这一部经上 这是修定 一门深入是修定 你有戒有定 自然开悟 开悟是智慧 你能够侮辱 然后将戒定会三学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你就得受用了 这种学问 这种学问叫实学 真实的学问 真正有用处 真正有受用 什么时候到大车大悟 明星见性了 这个时候就光学多文了 你六根 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 就是光学 一接触就通达了 万有一样不通达了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后人集结成为经典 流传到中国来少分 那个时候交通不便 所以精挑细选 选的一些好东西带到中国来了 次要再次要的 没有办法 带不动 只有舍弃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大藏经 分量还有这么多 精挑细选 如果是把世尊当年四十九年 所说的全部积极的进藏 我们最保守的古迹 比我们现在大藏经要多十倍 最保守的古迹 这么大的分量 龙树菩萨三个月就修完了 那叫广学多文 我们一生的力量 一半年的时间都学不完 人家三个月就学完了 什么原因呢 它有根 真的是文艺之实 一文千物 所以三个月就毕业了 龙树菩萨三个月能够学完全部大藏经 我们三个月也能学完全部大藏经 这些东西讲真理 一点都不讲 要怎样入佛境界 那佛所有的东西 你不全部都通了吗 重要是入佛境界 你的心跟佛心一样 你的愿跟佛心 佛的愿一样 你的心跟佛的愿一样 你的言语跟佛的言语有什么两样 一通一切都通了 试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 这个方法妙诀了 古佛菩萨 亿万级 这种经验方法 传授给我们 我们是依自己的妄想分别职者 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 这个责任要自己负 绝对不是佛菩萨不慈悲 不是善知识 令法了 真正的善知识 真正觉悟的人 对一切众生平等的 要活盘脱出 我有多少通通都脱了 给你 那你不能接受 那就没法子了 所以 总的纲领 总的原则 应接得定 应定开会 所以 你要不守法 守法就是持戒 你不遵守这个法则 你不去修 真诚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这通通都是属于定会 你怎么会开悟 你怎么能正常智慧 智慧正常 辩才就成就了 辩才绝对不是自立的 是利他的 自立的就是广学多文 正常智慧 就是那两句 广学多文 决定从戒定会 离开戒定会 那不是佛法 佛法是觉悟之法了 不是佛法 那就是迷惑颠倒的法 不是觉悟的法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 所以我常常年一同学 在家同学学佛 如果你 你施善无戒 做不到 你不是真的佛弟子 你是假的 出家佛弟子 如果你 沙密略习 这个世界二十四 四门威夷 做不到 你不是真的出家人 不是真的出家人 你就破坏佛教形象 那么再加佛弟子 也如一时一复如是 你施善无戒 做不到的话 你不是在家佛弟子 你破坏在家佛弟子的形象 所以从前 我在台中 李老师常讲 我在那里住了十年 至少听他讲 一两百遍 印象还深呢 他老人家讲真话了 不讲客气话了 学佛 念佛人 真正将来能往生 一万个人当中 他说只有两三个 古道对江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 为什么一万人往生 只能剩两三个 那两三个是 性愿行 通通俱足 心是佛心 愿是佛愿 行是佛心 他能往生呢 那么其他的 九千九百九十多个 心 不是佛心 还是烦恼吸气 愿 不是佛愿 还是搞自私自利 明文立阳 坦诚之满 行 不是佛心 所以 天天念佛 真的是 古德所讲的 寒破喉咙也枉然 我们今天了解 这个社会 现前的现象 要求自己 不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 是决定错 一定回过头来 要求自己 成就自己 自己成就了 一切众生都成就了 自己得度了 一切众生当然得度 所以 菩萨成佛 他看大抵一切众生 同臣佛道 这句话 你不入境界 你很难理解 入境界 你就明白了 所以孟夫子 说得好 返求助己 这圣贤人讲的话 没错 无论是圣进 你进 善缘 我远 我们六根接触 回过头来 要返求助己 善法 要认真 学习 保持 卧法 要断绝 要改进 成就自己的 德行 戒律是德行 成就自己的 定功 成就自己的 智慧 然后 自自然然 就能够 教化一切众生 这个一切 通常 我们都是讲 九法界众生 不仅仅是讲到人道 九法界都包括在其中 只要你有智慧 你有变才 佛菩萨 是以度化一切众生 为四页 教化 首先要成就自己 你看 你看释述 你看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做的榜样 他自己修行 成道 正骨 然后才出来教学 我们常讲 自己先做到了 然后再教别人 这是圣人 他做到了 他成就了 那么佛的学生 没有例外 如果没有正道 真实菩萨的国位 菩萨有两类 一类叫全教菩萨 一类叫实教菩萨 就是真实 实教菩萨 是破一平无名 建一份真信 这个时候 可以离开老师 去教化一方 如果还没有明信建信 他只能够守在老师的身边 接受老师的教诲 也就是像学校的学生 他没有毕业 佛法菩萨毕业了 是明信建信 没有明信建信 他没有毕业 那只有跟着老师 你就不会走错路 如果不跟老师 也要学菩萨出去教化众生 那是非常危险的道路 为什么呢 你自己造业 受报 那没有话说 你自作自受 你要是把别人 也引导向错误的道路上去了 造作罪业了 这个罪过不得了啊 佛法里常讲 一忙一忙啊 相若若若恳 你自己没有道言 没有觉悟啊 你在引导一批众生 跟着你一起堕落 这个果报严重了 自己堕落 果报不严重 你把误导别人呢 这个果报比什么都严重 所以古德常讲 地狱门前僧道多 那个僧道包括在家佛弟子 你不去引导别人 你没得过失 你引导别人 你要担负这个因果责任 所以一定要自己成就 才能够出去教教学 我早年在台中 李老师宣定 没有满四十岁 不能够出去教化众生 这是说什么 你在老师面前学习 已经有一点成就了 现在成就啊 标准降低了 不像从前 从前是明信见信 现在的标准呢 是你有能力辨别 是非 邪正 真望 有能力辨别这些 你就可以离开老师 你不至于走错路 没有能力辨别邪正 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正望 你决定不能离开老师 离开老师 决定堕落 这个道理我们也不能不懂得 这个道理我们也不能不懂得 这个大罗就是破灭开悟 那要说到具体的呢 这真正的得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真正的道路 习是平等 这个里头 决定没有感情用事 对待一切众生 以平等心 清静心 帮助众生 离苦的路 咱们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